第二題,來囉 吃素的人可不可以吞金? 這個問題聽起來很好笑 但是我覺得我有必要跟你們講 以下這樣子的東西 好了沒?我要開始囉 好像可以寫一下白板 我沒有字卡啦 我在做那個Youtube 也沒有辦法後製啦 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的那個 能力有限 我來寫白板 轉過來 好 吃素可不可以吞金? 你們聽好哦 希望聽好今天之後 你們就可以吃素 好,吃素 好,第一個我們要先了解 吃素有哪些嘛,對不對 第一個 全素 全素就是 全素就是奶蛋都不能吃的嘛 你們這應該知道吧 全素 然後第二個 可以不要一直洗板嗎? 沒關係,你們不要理他 就是 我事後會看留言,洗板的 我是不會理啦 那我希望我現在講的你們專心聽就好了 好不好 因為這個問題雖然很好笑 可是我覺得是有可以跟你們討論一下的 好,我要先講了 吃素有分嘛 素 第一個全素 第二個有奶蛋素嘛 奶蛋素的意思就是說 它吃素,它不吃肉 可是它吃奶吃蛋 那它也不吃一些辛香料 比如說蔥啊 蒜啊 韭菜啊 之類的 奶蛋素 然後還有那種叫做五辛素的 五辛素就是說 剛剛這個是只吃奶蛋嘛 只吃奶蛋 那這個就是呢 奶啊 蛋可以 然後 也可以吃那個 蔥啊 蒜啊 韭菜啊 之類的 那還有就是方便素 方便素的就意思就是說 它不會吃到肉的本人 但是譬如說牛肉湯 它可以喝湯 它不吃牛肉 這樣聽得懂嗎 譬如說 這樣 牛肉湯可以喝 欸,牛肉湯 然後不吃牛肉 這樣叫方便素 或者是去吃尾牙 你們不是有一盤 都會有一盤一盤的東西來嗎 啊,有時候裡面有菜跟肉啊 方便素就是 它就吃菜而已 它不吃肉而已 這叫方便素 好 如果還有不同的素沒有關係 等一下我跟妳講說妳在哪邊 好,第一個吃素嘛 第二個 精嘛 精液 精子 用別的顏色好了 好,精 精液 這樣 看得到嗎 好,可以 精液 好 精液呢 它叫做Samen 它裡面有兩個成分 就是精子 精子 精子 還有精漿 看得到哦 好 還有精漿 那這個精子呢 是來自於高丸 之前講過了 然後它只佔大概百分之五左右 那這個精漿呢 是來自於 除精囊啊 除精囊啊 然後 前列腺液啊 前列腺液 然後 尿道求腺啊 尿道求腺液 尿道求腺液就是妳們在興奮的時候 前列腺液前面會跑出來的東西 這樣 尿道求腺液 除精液裡面還有很多其他的東西 好,我要講了 那這個精漿裡面的成分呢 這介紹完 我介紹你們 我介紹完你們精液的主要成分了 那我現在講重點囉 這個精漿裡面呢 它的裡面 有一些成分 第一個 我不會全部講哦 我只會講一點點 第一個 它百分之九十 以上都是水 第二個 它有一些蛋白質 它也會有一些脂肪 它也會有一些 它也會有一些果糖 然後呢 它會有一些霉啊 它會有乳糖啊 然後它會有一些很多很多很多 有興趣的你們上網查 或是看文獻都有 我現在只是把大部分的寫出來 好 問題來了 吃素的人 可不可以豚筋 那我們從 先從生物層面來看 精液裡面 的蛋白質 奶蛋素嘛 奶蛋素就是蛋白質 對吧 就是雞蛋啊 鴨蛋啊 什麼蛋的 蛋白質 所以它們是不吃動物性的蛋白質 動物的 它不吃動物的蛋白質嘛 這個蛋白質呢 因為是從人裡面出來的 所以這個蛋白質 它就是動物性的蛋白質 這個是從第一個層面來說 就是就它的成分裡面來分析 這個是動物性的 因為人射精啊 啊 人是動物 動物裡面的蛋白質 不就是動物性的蛋白質嗎 不然人要射植植物蛋白質嗎 這個問題不要問哦 好 蛋白質 所以 如果你是用這個層面來看的話 吃全素的人 就不可以豚筋 因為 精液裡面有動物性的蛋白質 那奶蛋素啊 五辛素啊 方便素啊 就可以囉 因為裡面都有含奶蛋都可以吃 只要你奶蛋可以吃 啊 我幫你結論了 只要你可以吃奶蛋 你就可以吞精 好 這是第一個層面 第二個我們就比較靈性一點 哲學面來討論這件事情 我們不討論這個成分 我們討論另外一件事情 用黑色 好 叫做 精子 剛剛是用動物性蛋白質來講嘛 那這是精子 有些人會覺得說 這是第一個層面哦 紅色是第一個層面 啊 這是第二個層面 半路進來了 不要亂玩的問題 這是看重播 這第一個層面 這第二個層面 第二個層面呢 有人會說 欸 精子它會動啊 會動的就叫做動物啊 有人說精子會動嘛 它就是動物 那也有人說 因為精子有週期嘛 就是它也會死掉嘛 它會生會死 它有週期 那另外一個說它不算的是什麽呢 因為呢 精子跟卵子結合在一起 才會變成胚胎 胚胎到子宮裏面著床 才會開始變成寶寶嘛 所以就有人說 第三個 就會有人說 它精子 它只是 胚胎的一部分 胚胎的之一 它並不是真正的小孩子 因為沒有卵子 現在只有精子 它只是胚胎的一個成分而已 所以它不是真正的人 如果要用舊生寶寶來說的話 所以就這個層面來說 它不算動物 所以 結論就是 看你要用哪一個層面去解釋 如果你要用這個 成分去解釋的話 精液裡面是有動物性蛋白質的 那有人就說啦 那這樣子 如果那個男生吃素 他的精液是不是就是素的呢 我講了喔 吃東西只會影響你精液的味道 並不會影響你的蛋白質就不見了 聽得懂吧 吃素的人 他還是會射出動物性的蛋白質 所以不會因為你吃素 你的精液就變成素食 只會因為你吃素 只會因為你吃素 你的精液的味道改變而已 跟吃昏的味道不一樣 那就看你要用什麼層面來說 如果你要就這邊來看的話 的確吃素的人不能吞精 如果你要就這個層面來看的話 的確它會動喔 它有週期喔 它也是個生命喔 它是個生命 所以也不能吞 但是如果你就胚胎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精子它又不是胚胎 它沒有跟卵子結合之前 它又不是小寶寶 所以它不算是一個生命 所以不管你就哪一個層面來說 吃素可不可以吞精呢? 你自己決定 你的人生你自己決定 你吃的食物你自己決定 不要吃了之後再來說我說了什麼 我只有告訴你 有這三種方式去解讀 你要怎麼樣吃 你要怎麼樣吞 你要配吐司 你要配什麼 隨便你不需要在這邊留言告訴大家 你吃了什麼 你吞了什麼 不用留言在這邊告訴大家 你自己聽進去就好了 你想要吞 你想要吃 你想要幹嘛 沒有人會管你 你做你自己開心的事情就好 不需要告訴別人 你經歷有多多之類的 想要留這些人 想要留這些眼的人 你寫在你的記事本裡面 可以給你的家人看 看你的家人想不想看這些東西 不要留在這邊傷別人的眼睛 所以第二題 吃素可不可以湯筋 就看你自己怎麼解讀囉 這樣 OK嗎? 清楚嗎? 清不清楚? 可以吼? 好 那再來喔 第三 第三題 好 放這邊 呃 可以嗎? 我把他轉回來 欸 我把他轉回來 嘿 剛剛留言有嗎? 你們不要理那個 亂留言的人啦 我剛剛好像有看到 就是誰在吵 白玉君 你不要跟他吵啦 結論是很營養要多吃 你要不要多吃 還要我告訴你嗎? 你想多吃就多吃 你不要多吃就不要多吃啊 那我現在叫你多吃 你就去多吃嗎? 他的確很營養啊 那 因為營養 人家叫你吃你就要吃嗎? 那我也可以說 糞便裡面有很多很營養的東西 你吃進去的東西都會排出來 那你要吃嗎? 所以有些問題 你在問的時候 可以先想一下 到底要不要問 那你問了之後 我的回答 你會真的做嗎? 還是你只是問來 開玩笑的呢? 所以呢 呃 好 金子送不算生命這個東西 你們也不用吵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立場 我剛剛已經有把所有的立場 都講出來了 不用吵 我們就尊重每一個人的立場 我們可以不認同 但是接受大家的立場 就是因為有不同的聲音 我們才會 知識才會一直累積 才會一直衝撞 才會一直碰撞 才會慢慢的更進步 所以不用吵沒有關係 就是 有就有 啊,對就對 本來不同的角度看事情 就有不同的結果 你要從哲學面 生物面 什麽什麽面來解釋 都有它解釋的邏輯 只要你邏輯通了 你可以接受了 你活在世界上好好的 你跟自己交代了過去就好了 不需要跟別人證明 也不需要強迫別人 接受你自己的價值觀 可以討論 可以分享 這樣好嗎? 不要吵架囉 不要花時間吵架 等一下 我吃的好飽 基本上會問這個問題 吹毛求疵 也不算啦 其實我看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耶 我不會覺得吹毛求疵耶 很多問題你會覺得很好笑 可是當你真的去看去看 又覺得 其實這樣討論也蠻好玩 沒有不好玩啊 我覺得這樣跟你們討論蠻好玩的啊 很多你們的問題當中 我也可以學會很多 我也可以從裡面學會很多知識啊 反正不用吵啦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想法啦 如果每個人想法都一模一樣的話 那我們就會變機器了 就不是人了 就是吵架感情才會好啊 但是不需要爭執吧 不要動怒了 偶爾可以動怒 喜怒哀樂 輪到怒的時候可以動一下 可是不要常常講 我在跟我自己講話